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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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堪称是谍战题材的领军人物又有哪些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呢 当柳云龙出现在东风雨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帅 酷和忙碌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 叶战剧作东风雨的演出阵容非常强大 但是这次随柳云龙一起来航作宣传的 只有人称鬼子专业户的日本演员师爷浩二 尽管场面有些冷清 但是柳云龙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 那拍电影呢 就是到处走一拳一拳一拳 然后感觉自己像个零兽上在推销自己的产情 柳云龙把这次转头大荧幕说成是批发转零售 熟闻熟路学无 是种生存环境还异常惨烈 可他说他拍这部电影有着比票房更看重的东西 我觉得就期待大家能理解到 或者说能感受到东风雨这部电影所弘扬的那种精神 所展现的那群牺牲的人的信念信仰 如果一旦我认定应该去拍 对不起 最后没有人看 我也觉得值得 除了愉悦观众 让观众的身心愉悦之外 还能让观众的精神层面有所思考 有所愉悦 工作人员上车 手里走一遍 《东风雨》是一部以珍珠港事件为背景的谍战片 《东风》指美国 《雨》指大战将至 事实上从每日合作的《虎虎虎》到好莱坞大片《珍珠港》 这段往事早被电影反复书写 作为电影处女作 柳云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部壮阔的历史背景作故事呢 那我在搜寻三几年的时候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红队 除奸团啊 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份情报 它的来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行为 让我是特别感动 甚至我在看历史资料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是边看资料边流眼泪的 在《谍战》题材中的极致敬语之下 关于爱情 血腥 暴力 信仰 理想 懦弱等等的含义 像是漫天的烟花在故事里绽放 它把人的内心书写升华到了高处 面对谍战教育的称号 我还是做儿子吧 我觉得做儿子我踏实 有点什么事有他爹顶着 但是不可否认 暗算作为有余农自导自演的电视剧 首次将反间谍部门核心的工作 颁上了一品 虽没有赫赫有名的大腕加盟 但是他以曲折的情节设置 另类的剧情看点 演员的精湛表演 使观众欲罢不能 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 叠战题材的收看热潮 演战片应该蛮好看的吧 这么的呢 也战片蛮好看的精彩了 对因为里面一些心里这样什么的 好像感觉情节上面比较紧凑 看起来会比较刺激 而暗算也成了柳云龙演艺事业的转折点 他获得了观众的喜欢和认可 柳云龙和他演的这个角色 感觉很吻合 影响里什么的还挺不错的吧 感觉他拍这一条机材的影片 跟他的气质还是蛮相符合的 我觉得他那种个性就是 很有个人魅力 但又不张良的那种 说到当初指导暗算 柳云龙说 他其实也是被逼无奈 暗算那个导演 并不是我自己要去当导演 之前也在选择导演 我甚至在找导演谈嘛 但是谈的过程当中呢 理念上可能还有一些偏差 那么谈来谈去呢 投资方们觉得 还是你自己来吧 我说这不是个开玩笑的事 因为我对我自己是 任何一点底都没有 我就现在想想 其实也是被那些 资方们给忽悠进去的 但是一坐上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自己很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 那有了暗算 我自己自导自演之后呢 其他投资方就又来找我了 你自导自演 我们希望你自导自演 我有了暗算 我觉得呢 也行 反正就是有点不怕了 凭借暗算 从演员到导演 柳云龙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2007年 柳云龙单纲主演的功勋 2008年 自导自演的电视剧血色迷雾 每一部片都是投资过亿 柳云龙也玩得不亦乐乎 而且他在剧中所饰演的形象无不完美 于是 网上有人提出了自恋的质疑 关键是 你没有自恋的本钱 是吧 你能不能自恋 就真的让你去当导演 又当演员 你自己能不能忙得过来 我希望全国人民一定要自恋 一定要自信起来 中国人 现在的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自信 我们再也不是那个有着百年屈辱之下的中国人 所以我号召全中国人民自恋 自恋 再自恋 在柳云龙的眼里 自恋也是需要资本的 的确 在一部影片当中 又当导演 又当主演 还要做到游刃有余 这在中国的影视圈里可谓是凤毛领奖 但是了解柳云龙的人也会知道 这个自称是野路子出身的导演 其实也是在拍了《暗算》之后 才具备了这样的一份自信 而在此之前 这个已经出道了17年的老演员 也曾经拍过许多平庸的作品 也曾经颓废过 放弃过 也曾经默默无闻过 柳云龙是个山东汉子 1968年出生于山东济南 从小就能弹能唱 1989年 高大帅气的柳云龙 被北京电影学院的黎然然老师相中 并以形象分和专业分替意名的成绩 靠近了表演性 也不是啊 我们班还有少彬 我也很帅啊 很酷 他到现在都很酷 这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恰恰我在电影学院呢 是我的属于留墙角的那种 比较低调 当时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崇拜的偶像 或者有没有自己心中的那种 梦中的情人 应该属于那种 非常上的作梦和浪漫 梦中的情人就太多了 比如说 都想不起来了 真的 每看一部好电影的女演员 都是我梦中的情人 就这个电影 我说的好电影是感动我嘛 哇 将来是吧 虚为己有啊 或者能得到一个这样的 这个女朋友 高兴 这真的是太多了 偶像倒不太多 阿兰德龙 佐罗看他演的那个 喜欢 帅 1993年 柳云农以专业满分的成绩毕业 进入中央化学院工作 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不久他便辞职去了广州 开启了广告公司 刚毕业 出于年轻演员 没有太多的 说大角色 比你一眼 我觉得 在这儿做 做凤伟 不如 到其他地方去做鸡头了 我是这么一个人嘛 而且那会儿真的没有考虑太多 我要去体验生活呀 要去积累生活 没有 就完全凭着自己年轻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更显为人知的是 在广州期间 柳云龙还做起了歌手 1994年 推出音乐专辑 我从不要求你的一生 其中 总想留住爱过的人 还获得当年的十大金曲 不是想着去做歌手 也是朋友拉着剧 不是说出专辑 是录个单曲 录个单曲打榜 一打榜获个十大金曲 完了之后呢 唱了几个电视剧的主题歌 我自己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呢 完全就是从省事 省钱的角度 此后他又陆陆续续的 揭拍了许多电影电视剧 可是始终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直到2005年 当人们为暗算着迷的时候 才像是发现新人一样 发现了似乎是一夜成云的柳云龙 而这时的他 已接近不惑之年 这个不惑之年 实际上是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说法 它是希望 到了一个不惑之年了 其实 人的成长 命有多长 成长就有多长 柳云龙虽然成名晚 但目前却是同班同学中最火的一个 柳云龙说 又倒又眼看似风光 事实上非常艰辛 作为演员 在天长考虑的只要把自己的戏演好 可是作为导演 事无巨细都得操心 再大的压力都只能自己扛着 与他一个年轻的导演来说 有资金的压力 有场景的压力 有协调 所有一切拍电影的 杂七杂八的事情的压力 后来我一看他每天都很焦躁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起的是最早的 然后收了工以后 我们演员可以回去卸妆休息 他还要看第二天的场景 第二天的剧本 第二天的所有的服装道具 所有的一切 他都要去管 有很多时候回到住地 我说躺床上 先稍微沉一会儿 起来再洗洗脸睡觉 结果这躺到床上 再醒来的时候 是被别人砸门砸醒了 说出发了 就穿着衣服躺床 不可能 我说出发了 我一看表可不是出发了 就感觉自己躺床也就十分钟 在上海车蹲影视基地拍摄的时候 很多人将柳渝龙的剧组称为铁军 而将柳渝龙称为铁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难 怎么样感 柳渝龙对细节的精益求精 对画面的精美追求 却从不降低 遇到每个镜头 哪怕是一秒钟的 拍一个一秒钟的镜头 也是很有讲究 很有足迹 还有追求性很长的 对 哪怕是眼睛的 看眼睛的 怎么说呢 视线的角度 微妙的角度也很有讲究的 错了 一秒钟不对了 那就 卡了 卡了 对 因为有时候 一秒钟被放大了 可能在荧幕上 你看到的是 十秒钟了 一旦被放大了 哪怕零点五秒 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因为电影 它是个放大的艺术 那一秒一秒的 你如果都是那种 认认真真的去要求的话 堆积起来 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片子 在柳云龙的心里 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实际上都是在谋划一场梦 谋划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包括点点滴滴 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场景 他都想做得唯美 不留遗憾 所以有人说 柳云龙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 其实完美我觉得 不应该成为这个时代 大家去推崇 大家单拎出来 是推崇这个人很完美 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我们职业 都应该有一种完美的要求 完美的追求 完美的做法呈现 看到纪录片 有一个点我看到 就是范丁丁杀青了 杀青了之后 我们俩拥抱 拥抱完了 他走 他一上车 然后我转过头来去工作 我就看到我转一转身 就像全场的 说 我突然觉得 这可能就是电影人生的 来来去去 叽叽善善的一种感觉 这些年 有很多时候 就这些年吧 我很多时候是来不及回看过去 来不及 去 去 去享受一下 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人和事情 节奏都太快了 一步接一步 一步接一步的开 演员会是你终身的职业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我是喜欢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目前我还喜欢这个职业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 而柳云龙也希望他的作品能够留下时代的印记 我们在看到柳云龙所塑造的每一个荧幕形象的时候 无论是你惊诧于他的微妙微笑 还是感慨于他的义无反顾 在这个山东汉子的身上 我们似乎总能够找到和剧中人物一样的一种气质 那就是忠于故底所信的一切 并且愿意为之 无所保留的付出 尽管步履匆忙 但也坚定而执着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大家节目 我们下周日晚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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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